欢迎大家来聊一聊SUV的小米这款电动车SU7 它上次以来卖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不过现在竟然传出这样的争议 而且这个争议还是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他自己说的 他说现在这款车竟然还在做道路测试 忘了不得了已经买的车主难道通通成了白老鼠吗 好我们来聊聊这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小米的董事长雷军 最近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自己这样曝光 他说这款SU7的车队现在还在进行测试 而且他指的是跟传统车厂比起来就是所谓的道路测试 哇那这个说法一说出来之后大家一片哗然 因为过去来说通常传统车厂你不是应该在开卖或是上市之前 甚至投产之前所谓的测试就应该要做完了吗 那现在已经买车的这些车主他已经开上路了 难道他们是白老鼠吗 而且会不会有所谓的安全问题呢 好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引起了正反两派 另外一派是觉得说 哇你说这个小米的车上市之后还在做道路测试 代表它是不是还在持续进步当中呢 可是现在这个安全问题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但不管如何这款车真的卖得超好 小米的这款电动车3月28号才刚刚上市 卖到现在来说才5月底已经卖了1万辆车 尤其是今年雷军喊出他这款车总共要卖10万辆 可以说对小米来说绝对是一大的突破 但是小米的争议还不止如此 好他不止道路测试还没有做完 他现在说保费竟然跟跑车一样 我们来看看在当地的售价 在中国小米这款SU7 它的售价一辆大概是20万人民币 对比一下跑车是谁呢 Maserati Maserati在当地呢 一台大概卖68到101万人民币 车价是它的三倍 可是保费竟然收得一模一样 小米的SU7 它的保费要6000到8000人民币 可思人家Maserati跑车 售价是它的三倍以上 照样保费也只要6000人民币 现在很多人就说啦 小米你是不是收太贵了呢 但雷军不以为然 雷军觉得说他们的车 确实是值这样的一个保费 好但不管如何争议越多 它越红 这款车确实在今年做出一个重大突破 而且它的销量还在持续增加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